绑定道具的阴谋,未入游戏,先亏五千万 近期维护后,一品质的灵符变为绑定了 很多玩家觉得与正常玩家没啥关系 任何一种道具的绑定,每一个玩家都不能置身事外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绑定道具背后也许是一场阴谋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都说梦幻是又点卡又口袋又绑道具 这句话不能说有失偏颇吧,我只能说完全正确 对于一个点卡收费的游戏,出现了道具的绑定本身就无法理解 但官方总能给自己带上一个正义的躯壳 那就是打击牟利工作室 大家对于这个一品的灵符可能不太了解 我先说一下它的牟利点 刷新时间为固定19点到21点 20分钟刷新一次,相当于一天只刷6次 由于不限制等级时取 再加上金热城和东海湾可以刷新 创建的零级小号可以失去 假如只有一个人参与 两小时能失去30张左右 收益约等于12万 由于不需要点卡等于白减的银两 如果有三个玩家一起减 你可能连电费都赚不回来 其实改这个很简单 只要将拾取等级改到30级 问题就迎刃而解 但王仪没有这样做 则选择最恶心的一刀切 拾取后便为绑定 对于绑定物品其实不是第一次了 在《志趣芭蕉扇》剧情中 杀死无名野鬼后会获得一张高级藏宝图 而在2017年8月就将这张高级藏宝图添加了永久绑定所 不仅仅如此 大家都知道八戒悟空剧情结束后 会必得一个高级魔兽药爵 在2022年也将高级魔兽药爵添加了永久绑定 最近的就是上个月将持续了17年的生死节 获得的书帖也一一进行绑定 每一次绑定都会出现一批人 这个东西改动真的和我没关系 但这些东西如果出售的话 价值不会低于5000万 相当于王仪黑了你的5000万 有侠客说永久绑定所是典型的温水煮青蛙 如果是这样你就小看了他的狼子野心 其实最大的阴谋在于 当这些道具绑定后 等于变着乏的逼着你去搏几率 比如高宝图你只能自己挖 书帖只能自己打 事与小利 然后将你培养成下一个独狗 真是我拿你当初恋 你却拿我当韭菜 如果说这些绑定你还能置身事外 那继续反过来说 就是将必须绑定的道具 变成不绑定的话有什么后果 最典型的就是储备金 储备金的出现本质就是让游戏币 更多的留在包裹 随便出一个功能直接回收 可以防止更多的金币产出 引起价格的膨胀 而就在今年的三月份 口袋版就出现了一个道具 神品单杀 说白了就是将储备金 加上了一块遮羞布 让储备金变成可以交易了 也是最典型的官方公开售卖游戏币 而卖游戏币是游戏内最忌讳的 相当于你游戏所有的装备 角色等等 都将变得分文不值 金价持续的下跌 也是晚上丁丁的 这次改动已经过去八个月 你的角色宝宝还值多少呢 你怎么看 评论区见哦